三脊管有兩個 我們現在示範 插一個 現在等溫度 把三隻腳插上去之後 要先折一個腳 固定就好了 然後現在等溫度 然後再把它焊上去 注意看 注意看 請問要焊折的腳 還是焊沒有折的腳 焊折的腳先 然後看成功之後 注意看 這都是技術嗎 這都經驗彈 你一定要學起來 你不要三隻腳都折 如果焊太多 我們有吸吸槍 你再跟老師見 好 現在三個都焊好了 我們現在傳下去 給大家看一下 檢查一下 現在焊完傳進下去 大家仔細看 這個三脊管有兩個 我交給你們每個都去焊 焊三脊管 剛才學長講了 這個焊的時間不可以太久 一到兩秒 你焊太久 它這個晶體 就會燒壞掉了 這樣知道嗎 好 當你焊完之後 才用斜口拳 剪掉 來 剪 先剪彎的 再剪立起來的 這樣知道嗎 做完了一個 我們總共有兩個 黑色S8050的三脊管 請你現在 下去攤接 這邊 另外一個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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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個電子 零件 有的同學反應 好像沒有 紅黑黑中中 2K電子 所以 有的人 沒有 它好像是 配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們保險的方法 就是用 三用電錶 一定要把它架起來 三用電錶 其實不是這種 這其實 大公小一蘭 這張電錶 它有兩個段子 這個是 負的 紅色是正的 有沒有 那我們 它有 不同的區間 現在就看電池有沒有電 像 我們在測試 就是 讓它 紅的跟黑的 放在一起 那它就 有反應 好 所以我們這個是有過電 好 好 來 現在 旁邊 後面有電池 後面有電池 好 現在我們轉到 層上 1K 有沒有 所以我們 用這個電阻 它指針就轉動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電阻 所以這個電阻 我們看一下 什麼東西 樓上 樓上 怎樣 樓上 這就是三用電錶的 意外 差不多 對 因為我們在這裡 找到了 第三個 電阻 你們先把 確定的電阻 放上去 我們去焊了 焊了 好了 沒關係 到時候我們測試看看會不會亮 是在測試 這裡有 這裡有 有動 這個就這個 這個就這個 可以 可以 不是 可是可以 來 電阻 你們剛剛有的已經放上去了 對 所以現在我們放那個2K的位置 選那個小的電阻 你們不要兩個都放上去再焊 一個焊完再焊那一個 就要保險 有沒有 放上 然後再來 放上去之後 電阻也是一個90度 先焊那個轉90度的那個 兩個都焊好 OK 確定沒問題 吹一吹 讓多餘的焊息弄掉 然後再剪掉 所以各位同學 現在交給你們去 做嘗試 把兩個電阻焊好 現在交給你 你可以看到這個 現在正在焊那個 LED燈的端子線 LED端子線長這樣 這個 這個顏色 沒有分正負 聽得懂嗎 你這兩個 先插上去 焊上去就可以 因為 LED的正負 線是在LED燈泡上 這樣知道嗎 來 現在先把 如果你會的話 把LED端子線先焊上去 對 焊在OUT那邊 那我都要怎麼焊 連色跟他們是一樣 再講掉一次 LED的端子線 沒有分正負 這樣知道嗎 所以 請你先看 因為 那個 二級管 也就是LED燈泡啊 它的長角是正極 所以正負極是在 LED燈泡那邊 再分 這樣知道嗎 好 各位同學 剛才我檢查一位同學 它的 LED端子線 鬆鬆的 我請它用吸吸槍 吸掉 從焊 因為它焊的太大塊 有可能跟旁邊的店主 街頭 黏在一起了 這樣就會失敗喔 好 好 我們檢查看看 這電池是三號電池耶 對 它真的是數 怎麼不好像 還夠 可以 LED燈泡有分正負喔 這怎麼不會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